东奥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将要开讲的是 2022年审计的习题班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沿 那前沿呢将从以下几部分进行讲解 第一个就是本课程的定位及目标 第二是审计考试的情况分析 第三块是我们如何来攻克审计的题目观 第四是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第五是不同学院的备考策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课程定位和目标 我们本课程定位非常之清晰 非常之简单 就是拿分就是通关 好那么我们本课程的讲课思路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分析 我们的考试的题型和角度 第二我们会总结出题的套路 会做深度的总结 第三会考点深更会模型应用 第四会前后串联精真提示 第五会精准辨析一错提醒 第六会做套题的强化训练 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 可能有很多同学是听过去年的习题班的 那我们今年的习题班和去年的习题班 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说一下 首先我们去年的习题班分了 客观题的专题和主观题的专题 是两个班次 今年呢把这两个班次按章节进行了合并 也就是说如果第一章里面出现了 有客观题有主观题 那么第一部分是客观题 第二部分是主观题 好它是这样来展现的 接着第二个变化是 由于我们21年的这个考试的题型 题量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多选题呢增加了五道题 这对同学们来说相当于难度增加了 因此呢我们今年这个强化套题的这块训练呢 会加强 会给大家多出一些我们这个强化套题 因为我们的强化套题是七个选项 27个选项 并且是不定向的选择题 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知识点掌握的不扎实 掌握的不牢固 那么这种题是做不错答案的 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强化套题的一个数量呢 因为非常简单 就是要强化大家应对多选题的能力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多选题 这一块诗分非常厉害 好这是我第二点 我们今年习题班变化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其他呢和我们去年是类似的 接着我们来看习题班配备的题目 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习题班配备的题目是采用二八法则全面准备 简单的说就像我们左边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金字塔形 那怎么样来体现我们的倒金字塔形呢 这里面就要分层次分重点来抓我们的考点 首先我们必须要掌握的是我们的特高频考点 这是几乎每年都有考核的题目 由于它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 是绝对的重点绝对的明星 那么这类考题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的 这类知识点是我们必须要吃透的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高频考点 这类考题是考三四道题左右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因为它的出题的频率也是蛮高的 接着是我们的低频考点 低频考点是五年考核一两道题目 五年会考核 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前两个考评 考评非常之高 它呢五年会出现一次会露点一次 然后预防性的考点冷门考点呢 这种题十年考一道题 或者说是备用的题目 我是按照这个层次呢给大家准备的 并且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按这样的层次来进行掌握 对于我们这种特高频考点高频考点 你一定要做到熟练的掌握 一定要做到掌握的非常之透彻和扎实 而我们把这些掌握好之后呢 再往下掌握低频考点和预防考点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不能乱撒胡椒面 这点一定要注意 接着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做审计题目的时候呢 不像我们的裁管 也不像我们的说法 它是啥 它是提海战术 要大量做题 要形成肌肉记忆 而我们省计它是文科 但是在三个文科当中 它的题目相对要多一点 因此我给省计做题的战术 简称提湖战术 和我们的海相对应 那我们的海是望远大海 题量特别的大 而我们胡呢 相对来说就要少很多 但是还是要做一定量的题目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项 省计考试的情况分析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考试的形式 它采用什么方式呢 机考的方式 这点通讯已经很熟悉了 一共是42道题目 总分是105分 考试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150分钟 然后呢 考试的这个题目类型 分为单选 多选 简答题和综合题 其中我们的单选和多选 加在一起呢 是50分 主观题呢 就是简答题和综合题 也是50分 还有5分的一个英文的附加分 那这里要注意一点 这是我们今年的题型发生一个变化 我们以前年度的时候 客观题45分 主观题55分 今年的客观和主观的是平分秋色了 这块的分值加到哪里去呢 是加到了我们多选题的分值 所以对我们同学来说 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求我们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学得更加的细致 更加的扎实 否则的话都选题 你可能看着非常眼熟 但是选不出来 或者选不准确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型题量的分布 首先是单选题一共是20道题目 然后每道题呢 是1分 我们要增取得多少分呢 增取得17到19分 因为单选题啊 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的难度 都是考我们那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观点 所以这块真的不该是分 那这块相对分数是最好拿的 你要尽量拿高分 所以给大家提的要求有点高 17到19分啊 尽量不要扣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项选择题 那多项选择题呢 一共是15分 它一共呢 每道题是2分 一共总分就是30分 而多项选择题呢 是我们同学们的什么呢 软肋 同学们最怕的就是多选题 大部分同学都说 老师多选题 我要能拿一半分就烧高香了 你千万不要对自己提这么低的要求啊 尤其今年我们的多选题是30分啊 30分你一定要下功夫啊 所以我给大家提的要求是 拿到18到25分 多选题相对还是比较难拿分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给自己定的要求就是 我拿15分就行了 那不行 那通过审计考试还是有点悬 所以要尽量对自己高标准 沿要求 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简答题 简答题呢是六道答题啊 六道答题呢 一共是31分 嗯 加5分的英文辅加分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简答题考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难 我们简答题呢 大部分都是给大家一些情景 然后让大家做一些判断 这里面呢有70%左右是需要背诵的内容 如果涉及到我们的寒证啊 存货键盘啊 集团报表审计啊 这样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需要背诵内容 而且考试的套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固定的 你只要背到位了 然后专业表达到位了 基本上就是分是可以拿上的 那我们简答题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 给出一定的情景 让你做一些职业判断 如果给出我们审计报告的一些情景 让你来判断一些类型 这样这一块题目 其实相对来说 在我们简答题当中不是很难 你要是把这块知识点掌握扎实了 是可以拿上分的 所以我对简答题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 25分到30分 这块尽量多拿分 因为简答题其实真不难 如果真的有个别的一些点 吃不透的 拿不准的 没关系 扣是够一点 但是大分的点都是可以拿上分的 所以这块尽量多拿分 因为我看我们大分同学 其实在主观题这块 拿的分相对要多一点 特别容易失分的 往往就在客观题的多选题 所以我对主观题的简答题 要求还是高一点 那接着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综合题 综合题呢就一道题 哎呀 但是分值可是不低啊 综合题是19分啊 那么19分呢 其中有6分是分显评估 要用我们的这个认定的知识 第一章 再加上咱们会计知识 还加上我们的第7章分显评估 以及9到我们12章 实物当中一些 循环的测试的一些内容 来进行考核 那么这一块实际上呢 如果你的会计知识还可以的话 认定掌握还可以的话 大部分同学是可以拿上分的 但也有部分同学 因为会计呢 学的时间比较久远了 可能一些会计 这些基本的处理都不太会了 那么有可能认定这块 是拿不上分的 那么认定这一块呢 看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的会计技术 比较好 比较扎实的话 你就增许多拿点分 如果你的认定这块 你觉得你真的拿不上分 也没关系 因为除了认定以外 其他还有13分 那么我们综合题当中 这13分实际上难度 并不是特别大 可能有那么一两道题 有一点难度 有一两道题 你可能吃不准 但大部分呢 都是考的还是比较常规的 你只要做题的时候 用心去对待 用心做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常规的 所以这块的分值 尽量拿到10到15分 不能说我们的综合题 一共19分 你才拿了两三分啊 那实在太差了 所以今天按这个标准 来进行对待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体型体量的分析 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一个难易度的分析 那么难易度呢 首先是单项选择题 我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单选题啊 没啥难度 其实单选题 是我们一定要拿高分的地方 因为单选题 大部分就考我们教材的原文 我们的基本概念 基本的观点 基本的要求 那么这块还是注重记忆的比较多 因此这块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 那多选题呢 就没那么容易了 多选题对我们同学们来说 是心中的痛啊 是个痛点啊 是个雷区啊 但是我们要想通过考试 必须要把这个痛点攻克了 要把这个堡垒攻克了啊 所以今年给大家多做了很多的套题 让你好好的练 如果你掌握的不扎实 看到那个套题更晕 为啥 因为我们的多选题 才四个选项 我这个套题啊 七个选项 而且是不定向的 有可能是单选 有可能是多选 你要吃不准的话 你蒙都蒙不出来 所以这块就是来应对 大家的薄弱环节多选题的 这块难 难易程度呢 是中等的 好 这块呢 考察的时候 还是注重教材的原文 注重记忆 那考察呢 它比多选题难在哪呢 主要是它考得更细致一点 就像我们21年的这个 多选题考了很多 第七第八章的考虑因素 然后一提到考虑因素 我们同学们就害怕了 天哪老师 又考考虑因素了 我最怕的就是考虑因素啊 老师 你能不能给我总结一下 你看那个教材当中 那么多的考虑因素 能不能总结在一起 我今年尝试给大家总结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帮助大家都窜起来 因为我记得去年考这个 第七第八章考虑因素的时候 我的学习群有一个学员 他呢就非常用心 然后他在考前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还是二十天左右 跟我说 老师 他说我大部分的知识点 我都记得还是比较扎实的 但是我第七第八章的考虑因素 实在记不下来 尤其第八章的 什么我们的程序的考虑因素啊 范围的考虑因素啊 性质的考虑因素啊 我实在记不下来 你能不能帮我做点记忆口诀 帮我想个办法 他这么给我提出一个需求以后呢 我就把这话的知识点梳理了一下 梳理一下以后呢 就给大家做了几个记忆口诀 然后把这块分享到微博上去了 有些同学就看了 有些同学没看 看了同学 把他记过同学上考场就比较幸福 考了好像是三道题 A件和加B件考虑三道题 所以这考虑因素啊 该记的真的得记 这块的确是比较细的 那接着就是我们的简答题 简答题是我们难度呢 比我们这个单选题要难一点 它也是中等程度 它呢是考察我们的教材原文 加判断 它是给大家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设置一个又一个的情景 让你判断这个著名的A注册会计师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A注册会计师 他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或者让你判断什么一件类型 这块呢 你只要把我们一些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观点 要掌握了 其实这块题目整体来说难度不大 但是要求你一定要学通了 因为有很多同学 我反馈 我审计报告那张就没学通 没学通 你要反过来 多去听课 然后呢 去找其中的作题 去找其中的规律 特别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审计报告的这张 给大家总结了很多的东西 你把它总结好好看一下 嗯 这是我们的简单题 接着是我们的综合题 综合题呢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综合题综合题 它的综合性比较强 它是呢 按照一个审计的流程 从前穿到后 从最开始的 哎我们做粗笔油活动啊 见面接洽呀 就像相亲一样的第一次见面呀 然后开始做审计计划 定中央性 接着开始实施分析评估 然后分险应对 那最后是我们要做一些 完成阶段的工作 做符合呀 最后出审计刑呀等等 它是按这样一个流程来的 那么这里面的题目呢 大部分是中的难度 个别的难 因为按照我们 看这个考题情况来说 一般难度是控制在 5%以内的 有一点难度的题目 是控制在5%以内的 个别年份 也稍微是高一点 但是绝对不会超过10% 因为我们这个题目的难度 是有一定的分布的 它要保证大部分同学通过 然后少部分难的题目呢 可以拔高 如果对于学习的特别扎实 特别到位的同学 这份难的题 它可能能做出来 那么对于我们学的可能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的同学 这块就有一点难度了 好 但是我可以在这说一下 虽然说有个别的题目难 这个比例是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10%的 看年份 因为我们16年的题目 相对来说 这么多年题目 我觉得它是难度最大的一套 它是出的最有水平的 其他年份的难度 都是控制在5%以内的 所以这块同学们也不用害怕 那我们在这块做的时候呢 它主要是考察咱们的记忆 还是考记忆 然后再加上一些情景的判断 还有具体的应用 那么综合题这块 其实套路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除了分险评估和分险 对跟你的这个会计知识 有关以外 其他的跟我们审计的一些流程啊 一些基本的观点 要求什么一切相关的 这要求你要多做题 然后通过做题来把握 他们的一些规律 来把握打题的技巧 那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的单选题呢 它的特点比较简单 它中规中矩 考基础知识 多选题它的特点是非常的细致 你一定要学扎实了 学细致了 我们在学省计的时候 尤其是这几年 它的一个趋势和特点 就是考得越来越细 整本教材 没有助学爸爸 那不能考的地方 只有他不想考的地方 他高兴出哪 他就能出哪 所以说准起来说 考得比较细致 那你在学的时候 千万不能保侥幸的心理 而千万不能受 以前年度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在讲 这个学习方法指导的时候 就说过 我们17年到19年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是水年 他考的比较粗 考的就是我们的 基本观点 基本要求 细节的东西 考的比较少 所以给很多同学 造成一种错觉和印象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 在学省计之前 就先去听 其他的一些 已经通过的 诗歌诗姐们 那些经验分享 或者到网上知乎 到帖子上去搜 那很多同学就说 哎呀 省计不难 比较简单 然后把该背的背背 你就过了 没有特别的费力 那其实说的是 17到19年 但是20年开始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那么考的越来越细致了 而抠的就越来越 注重细节了 那你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以时俱进 因为你看到的是 17年到19年的 那时候的经验 并不代表 适用现在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根据 当下的情况 当下的这个教材 以及我们提供的变化 来做一些应对 好 这点要注意 接着第三个就是简答题 这考的还是基础知识 有少量的职业判断 然后综合题呢 它考察的技术是 再加上食物 再加职业判断 由于这里面难点 难在哪里 就是它加了一些 食物的热点 而加了一些 可能对我们 没有做过审计同学来说 感觉比较新鲜 感觉摸不着头脑的地方 所以它感觉有点难 好 这是他们的特点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审计 整体的考试的特点 我们审计考试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特点是 考试是非常全面的 张张有题 哪怕是最不知名的 最不起眼的 大家最不重视的 第五章 新技术对神技的影响 造样出题 而且去年还出了三道题 好 第二个就是 考的比较细密 这点体现在哪 就是体现在我们多选题 我们同学们心中的痛 今年希望把这个心中痛 变成心中的爱 接着是我们的食物化 那这点体现在我们综合题当中 综合题的实物性比较强 它会结合当年的一些 实施的热点 一些证监会处罚的一些案例 来出一些题目 但是大部分还是紧扣 我们的技术知识来的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 CPA考试 它就类似于我们一个 会计上岗证考试 考的就是基本的印证印会 考不了特别复杂的 你也别指望 我们把这个审计 考试通过了 我现在到那个工作当中去 然后我去会计导 我马上就成大拿了 No 理论和实践中间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好 接着第四个是规律化 什么叫规律化呢 它的体现就是 重点非常之突出 有规律可循 好 这是我们第四 接着第五点是 理论性非常强 然后计量比较大 记忆性题目 占绝对的地位 这点要注意一下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这个审计啊 它是文科 就明确的给大家说 它是文科 那像税法的话 我们还说 它是文理双修 对吧 我们是文武双全的人才 因为既有那种 法条的一些记忆 又有大量的计算 我们税法是这样一个科目 但是我们审计 就是纯粹的文科 纯粹的文科 含一点杂志的 由于它是文科 它的特点就是 记忆量比较大 那我统计了下 我们20年的题目 和21年的题目 他们20年 往前推五年 和21年往前推五年 他们特点表现不太一样 我们20年的时候 这个数值刚好过70 而21年的时候 由于多选题增加了 纯记忆的又增加了 所以这个笔值反而上升了 那么这里面就强调 我们在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养生好的习惯 千万不要受到19年 到17年到19年 这三年 这些通过的学院 哎呀 就稍微背不就行了 你关键要记忆要理解 然后你就能通过考试 你现在考这么细的情况之下 我们教材那么多的知识点 如果你要真的不背诵的话 我觉得通过考试 还是有点难 但是这个记忆 它也是有规律的 一定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在记忆 而不是纯粹的死记忆背 也不是我们小和尚念经 有可无心啊 这说一下 你总看 我们73.67%是存记忆的 然后呢 我们其他的 是有一些题目 他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他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出题有点灵活 带有套路 这个在哪一年 体现的最明显 16年 所以我一直说 16年题目 说的是最有水平的 那一道题 都有四五个出题套路 展现的非常的好 哎呀 我特别喜欢 专研16年题目 我觉得16年题目 做起来相当的爽呀 第二个是什么 是夸张节的 总串联的知识点啊 这是第二个 那有一些知识点 它可能涉及到第一章 又涉及到第十八章 又涉及到第七章 那么这种夸张节的知识点呢 对同学们也是一定的考验 因为你要在学习的时候 首先是把本章节的知识点 消化了 吸收了 然后等到后期的时候 对一些这种 跨章节的知识点 要做一个总结对比和归纳 他们有哪些相同的 有哪些相近的 有哪些相反的 好 这些你要做总结归纳 哎 不过这一块 我给大家都做出来 你直接用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人 最喜欢做总结 你要不让我把这个知识点 给他弄透了 吃透了 我觉得我很难受 那我和我的小助理 两个人的特点不太一样 他的强迫症在于 一定要全 不能漏 一漏的他就要抓狂 他的这个特点是 强迫症在这个面上 一定要全 千万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而我的强迫症在于这样 我们俩一个是纵 一个是狠 我的强迫症在于透 我必须要把它弄透了 不弄透了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一定要把它弄透了 我弄炒亮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总结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通过总结 我就发现 这个知识点和那个知识点 细微的差别在哪啊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区别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 底层逻辑是什么呀 我就喜欢 钻研这一块 所以我们俩刚好互补 它是往面上扩展 非常全 我是往深度扩展 非常透 好 这跨章级的串联知识点呢 我们可以通过 我给大家总结的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总结好了 接着第三块 就是15家职业盘 这块呢 对我们同学来说 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毕竟来考我们CPS 同学大部分都是没有 在事务所做事 有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啊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职 对自己有些要求的 我们从事会计岗位的人员 那么这种题目 我们是不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个不用特别的担心 首先第一个 这种题目的题量不是很多 它的占比不高 第二个是 它还是有一些规律可以追寻的 那我们后面在做立起题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讲 它们之间的一个规律 然后我们要注意什么 那考试的时候 它会从哪个角度来表述 那么它带有什么样的体验 带有什么样的陷阱和地雷 所以这块还是要通过 多做题来积累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是分险评估和会计知识 那分险评估加会计知识这一块呢 那对我们同学们来说 那就分情况了 有的同学这一块比较擅长 有的同学这一块不擅长 如果你你今年备考的科目 不是特别多的话 我建议还是把会计知识稍微补一下 如果备考科目真的很多的话 那么这一块如果一分都不拿 其实也不影响你通过审计考试 那就因为我们的综合题 一共是19分 假如说你6分的分险评估 真的一分都拿不上 那么剩下13分你一定要多下功夫 这块要多倍 多几多掌握 最终也能通过考试 好下面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审计考试的时候 70%以上是考这种记忆性内容 那么这70%的记忆性内容考哪些呢 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块会考我们基本的英知英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 一个是基本的观点 第二是基本的要求 第三是基本的审计程序 那什么是基本的观点呢 举个例子 我们审计的概念 审计的定义 这就是基本的观点 它从五个维度来做解读 你对这五个维度要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接着我们审计的要素 当中有三方关系人 三方关系人 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们审计完的报表出错了 是不是由于我们注册会计师来担责任 如果我们审计过的报表 有一些重大错误没发现 那么这个财务报表的责任 是不是由我们注册会计师来担 这就属于下最基本的观点 这种基本观点考试的时候 是来回的考一定要掌握 好 第二个是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做审计是有基本要求的 如我们要保持职业怀疑 内心这根弦一直要奔着 内心一定要警惕 那第二是要合理应用职业判断 这都是些基本的要求 这些基本的要求一定要牢记 考试的时候也特别爱考 然后接着就是基本的审计程序 基本的审计程序表现为哪里呢 像我们的寒震啊 像我们的存货键盘啊 那么这类程序呢 就属于基本的工具 基本的程序一定要会的 考试是反复的考 好 接着呢 第二款会考的是 职业质量检查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 好 一些共性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中部学 每年都会做职业质量检查 在做中部质量检查的时候 发现事物所出现的哪些问题 它就容易在我们的考题当中出现 但是就可以这么说 这些质量检查的热点问题 大部分都是类似的 每年基本上都类似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 如我们的询问 寒震存活键盘的问题 你看询问这个程序啊 考试的时候特别爱考 那我们学过的同学都知道 仅靠询问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相信这句话你都背得非常的熟了 为什么反复爱考 因为很简单 询问那个程序是不能单独用的 一定要结合其他的程序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容易出现什么情况 容易出现就是 我们在1到4月份 做年报审计的时候 时间紧 任务重 然后客户特别多 催报告又催得特别急 手上工作压的特别多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审计质量 我就靠一个询问就完了 然后剩下的验证的程序 检查的程序等等 配合的程序都不做 这样的话 我们的审计质量会受到损害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反复的考 这其实就是助协爸爸 在通过这种方式 给我们这些新加入的考生 要准备上岗的审计师们 上一个紧步骤 不断的给你强调 你不能光做询问啊 等到你以后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只做询问啊 实际上他就是在给你上几步骤 好 这是第一个询问 第二个是寒证和存货监盘 那么寒证和存货监盘 我说了 这属于我们的基本的审计程序 同时又是什么呢 同时又是 我们在做审计工作过程中 非常容易出错 分险比较大的点 分险比较大的点 所以考试的时候很爱考 接着 第二个就是利用你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你看利用你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这点和我们的询问有点类似 因为我们在一到四月份 年报审计的时候 天天加班加点 那工作量太大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可能想方式 哎呀怎么能够快点把这个工作做完 那怎么做呢 有可能我就开始利用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不管它是否符合我当下的需求 那不管它能不能保证我审计证据 我可能可能就用了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来快速的把这工作完成 这样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审计质量 因此考试也比较爱考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 我们在期中做一些控制测试 然后期末实施程序的这一块 考试也非常爱考 那么这一块其实也关系到 我们想节约时间 哎我们想降低人力物力 想多做一些审计的业务 跟着有关 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一再给大家强调 那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在玩平衡大法 底线是效果 上线是效率 那么经常也听到一句话 我们这个CPN呢 往往会成两院的院士 有的朋友说 啥 两院院士 这么高大上 错 这两院指什么呢 指的医院和法院 如果你审计的这个效果保证不了的话 你就会被人告 那就会上法院 这是医院 如果说你太过较真 然后又没有采用一些先进的方法 技术工具来做审计的话 那你的效率太过低下 你就会累坏了 就会进医院 这叫两院院士 两院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在做审计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不断的在玩这个平衡大法 那我们怎么玩这个平衡大法呢 这里大家脑子里就一定要有这根弦 考试的时候也反复在考 我们可以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想方设法 用一些先进的工具方法和技术 如我们现在的速度化审计 如我们的审计抽样 这都是先进的方法工具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提高你的效率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保证你的审计的质量 保证审计的效果 千万不能一味的 为了提高你的效率 为了多做几个业务 为了多做几个单子 时间紧任务重 就把审计的质量给降低了 这个会后患无穷 所以我们在期中 如果做了测试的话 你还为啥在期中做 因为我们一到四月份特别的忙 如果我在第一年的十月份 十月份我就把一些测试做完了 那减轻一到四月份的工作量 那你可以在那时候做 但是你后续一定要做其他的程序 千万不能啥都不做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反复考 实际上也是在给我们同学们上紧箍咒 接着我们觉得我们助学爸爸 像观音菩萨啊 动不动给咱们上紧箍咒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从业的基本要求 我前面说了 我们的这个CPA的考试 实际上是一个审计师的上岗证考试 有同学就开始骂 老师你说的太轻松了 上岗证考试有这么难吗 其实是这样的呀 因为本身这就是一个高大上的职业 那他的上岗证肯定不能和会计的上岗证比啊 那还是个上岗证 为什么 因为你考完了并不意味着 你就一定成为高手和大拿了 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它仅仅真的只是个上岗证而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从业的资本要求 这是我们考核的第三方面 第一就是如何处理舞弊 你进入审计这个行业 可能就要面临舞弊的问题 你看我们动不动 在我们的什么财经新闻上就看到 某家上市公司又爆雷 又舞弊了 又造假了多少 而造假又达到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 对吧 然后我们的扇贝动不动又跑了 又开始演连续剧了 扇贝还搞得有声有色的 这种舞弊对我们股市来说 是不是司空见惯呀 那我们一旦进入审计这个行业 你就要面临舞弊 面对舞弊 你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怎么沟通 我们做收入的时候 要不要先假定舞弊 这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只要进这行业 你就要面临的问题 考试也特别爱考 而舞弊在我们的考卷当中 经常性的出现 嗯 好 接着第二个是 如何就 如果 如何就我们的舞弊进行沟通 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舞弊 你怎么去沟通 怎么和管理层沟通 怎么和治理层沟通 注意谁什么事 可以反复的爱考 好 接着是 如何面对特别风险 因为我们做审计 就要想方设法控制 我们的风险 那么控制风险的时候 其中主要的雷区就是啥 就是特别风险 那么针对特别风险 你把它控制好了 那你就不会爆雷 如果特别风险 你们俩应对好 很可能后期会爆大雷的 所以对特别风险 考试的时候 也特别太为爱考 其实这也是遵循了一个 二八法则 这就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雷区啊 你要是把这会儿管理好了 你基本不会出大事 但这个你没管理好 一般来说出事的概率非常之大 因此这就是我们70%的考核名 爱考的基本应知应惠 爱我们的质量检查的热点问题 以及从业的基本要求 考试三块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如何攻克审计的题目观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习题班 习题班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带大家高质量的做题 而通过做一道题 达到做五道题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如何来攻克 我们的题目观呢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点 我们一定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因为可能来听习题班的同学 有的是一站的 还有很多是二站三站四站的 那我说到这一块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二站三站四站的同学来的 也给我们的一站的同学呢 给点信心 因为我们同学们可能经常在 同学群啊 学习群啊 或者说在一些微博啊 知乎上看到信息 哎呀审计太难过了 审计我都四站了 我就每年我都差那么一点分 你说我该咋学啊 我都迷惘了 那在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强调的是 你考五十多分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下来要仔细的分析 自己到底在哪一块诗里了 那这块呢 我在微博上详细写过几个帖子 你下来仔细去看一下 仔细去对照一下 自己到底在哪里 和别人做的有差距 那我把去年这个 通过考试的学员那些经验分享 全部贴图贴出来了 你详细去对照 看别人怎么学的 看自己怎么学的 找到薄弱环节 然后下手 并且我要强调的是 你一定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因为信心比黄金重要 如果一旦你心里有这种负面的信息 负面的暗示 你来说 哎审计太难了 我过不了审计 审计太难了 过不了审计 那么就让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弱 而就会无形作 让自己打退堂鼓 让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烦躁 这样学习效率 势必非常低下 最后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千万不要让自己进入一个 负向的恶性循环 而是要给大家进入什么呢 要带大家进入正向的循环 我为什么说信心比黄金重要 它好像是信心起不到什么作用呀 看不见摸不着啊 关键是 它能带大家走入这种正向循环 下面呢 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如何攻克题目观 那这个题目呢 分为三大类 一个是客观题 一个是简单题 一个是综合题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客观题 客观题这块分为 我们的单选题和多选题 其实我们在前面分词的时候 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的单选题和多选题 大部分是考察教材的原文 尤其像我们的单选题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不是特别难 没有绕太多的弯 所以我们这一块就要求 要从原文出发 然后把握关键词 要对一些一错一魂的点啊 把它吃透 面对容易失分的这种坑点 你一定要把它拿下 好 这是我们的客观题 当中的一个单选题 接着我说多选题 那多选题的大部分 都是原文的一个背诵和记忆 考的比较细 这就要求你要多下功夫 这块没有太多的技巧 你在理解的基础上 要好好的记忆 一定要树立 做审计 学审计 你都要该背的要背 该记的要记 而且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如果在专业阶段 不背不记的话 你到综合阶段也逃不掉的 而且综合阶段 背记的更多 前几天还有一个同学 给我反馈 因为他是我们这个专业阶段 已经通过了 去年学的专业阶段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老师怎么 我发现综合阶段的审计 比我们专业阶段 审计背的还多呀 你看我们在这个专业阶段 背审计 简答题的时候 一句话就可以完事了 一句话就结束了 而你看我们的综合题 要回答一大堆呀 天哪 这怎么记呀 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逃不掉的 你专业阶段不记 你综合阶段 就会更痛苦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的专业阶段呢 实际上是一个 入门级的这种考试 所以说 要求你描述的比较少 你说一句话 可能就够了 但综合阶段不一样 综合阶段考的 就是专业表达 你一定要 用我们非常专业的 颜色进行表达 那么对这么多的内容 记忆 你不能死尽背 一定要理解 然后梳理出流程 接着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组合我们的专业词汇 来进行表达 这是我们专业阶段 一个特点 所以学生 你千万不要抱脚心心 我不背 我是理科生 我害怕背 你不能保重矫情心 该背就得背 该记的就得记 因为我们同学们的这种 学习的习惯有差异 认知的习惯有差异 你可以选择适合 你自己的方法来记和背诵 但是不记和不背 通过神级考试 还是有点困难的 我要说一下 你可以采用 比如有的同学喜欢 嘴巴念念有词 朗诵的方式来记忆 有同学喜欢写 有同学喜欢看 无论哪种方式 你要有效输出就行 好 接着第二块是简答题 那么简答题呢 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它会给你出一切情景 讲一切的故事 然后让你来进行判断 那么对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采用 整体加流程 加关键词的方法进行记忆 它整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它的流程什么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然后每一步的关键词在哪 关键点在哪 容易错的点在哪 地雷在哪 把它弄清楚 这样来进行记忆 好 在后面呢 我们在讲到寒证 讲到存货键盘的时候 就会把这点体现的 淋漓精致 还有一部分简答题 是做情景判断 是根据这些情况 来做判断 如独立性 如审计报告 这块就要求你 把一些基本的知识 掌握扎实了 能够判断就可以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综合题 综合题呢 大部分的知识 还是比较基础的 个别的会结合 实物会难一点 前面也跟大家说了 所以这只要我们 这需要我们在 记忆的基础之上 做判断和应有就行了 那对综合题来说 同学们要多做一些综合题 然后去找到 那种做题的感觉 因为做综合题 是有明确的 那种做题的套路的 所以对综合题 这块要多练 并且在做 我们的审计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想 多去思考 多去琢磨 审计这门科目 特别有意思 它非常锻炼人的 思维能力的 如果你这个人 特别不爱思考 一般都不爱想事 不爱操心的话 学审计的 刚开始真的有点痛苦 可能学好几年都痛不过 而如果你这个人 平时就比较爱琢磨 那思维比较缜密 那喜欢方方面都考虑到 各个角度考虑到的话 学起来可能容易点 因为审计真的 比较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 那么整体来说 我们要攻克题目观 就是要多听 多读 多记 多想 多说 尤其要强调同学们 该背的要背 该记的要记 该思考的 一定一定要思考 一定要思考 那如果你不是 特别爱背的人 你也可以通过自己表达 把这个支持人 能够 能说给同学听 那说给家人听的方式 能把它展现出来 也是可以的 总之 你一定要高效的输出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如何做好 题户战术 哈哈 题户这个名词啊 很好玩啊 那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审计 不需要搞题海战术 不需要做大量题 不需要拼命的刷题 不需要 但是需要做适当的题 这适当的题 我就把它说成啥 题户战术 那么怎么做 题户战术呢 还是采用这种 倒三角的方式来做 你千万不要胡子 眉毛一把抓 一天到晚去做 那种冷屁的题 那种压根就十年 见不了一次那种题 不能把这种精力 花在那种题上 而是要有层次 要有重点的去做题 首先一定要把 我们特高频的考题 这种题目 一定要给它吃透了 弄懂了 因为它年年考啊 如果你在这儿失分了 你就太可惜了 对吧 这种重点 你要先抓住啊 接着第二个 抓高频的 然后再抓地平 最后再抓阴防考点 而我在 我设计我们 西地班题目的时候 也是按这个层次来的 并且把它们的考评 把它们特点 还有把它们那种 中间的一些变化点 都给大家分析出来了 大家注意 按这个来把握 千万不要撒胡椒面 千万一上来 不要一上来 去做这种冷门考点 预防考点 没必要啊 你首先先去刷这一块 抓这一块 再抓这一块 按这个层次来 这是我们备考的时候 一定要有方法 有技巧 有重点 有层次 那对我们的 这个特高频考点 由于它年年考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要倒背如流 要条件反射 我一说起 省记的定义 五个维度 你马上条件反射 它的点在哪里 然后我要如何把握 它是一错一魂点在哪里 都能够表达出来 第二就是高频考点 由于高频考点 五年也能考个三四次 平均三次左右 那相对来说 考频也比较高 这种考频比较高的 你要如数加征 要快速的应对 一眼就看到 哦 这个点 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点 它背后知识点是什么 它有哪几种套路 有什么陷阱 都能说得出来 那么接着是低频的考点 低频的考点 五年可能会出现一次 这种考点 没有前两种考点 出现的频率高了 但是这种考点出现了 你也不能丢分 对这种考点呢 我们要做到眼熟手术 不要求你背的 特别的熟练 但是你至少碰到 这种考点 你要能够选出来 这主要体现在哪里 多选题当中 我们往往很多同学 试分啊 就试分在这一块 试的比较多 试分试的比较多 好 最后是我们的 预防性考点 预防性考点呢 这种考点啊 它十年可能才出现一次 那这种考点呢 本身考的频率不是很大 你放在最后来学习 有备无患 那就像是我给大家说 我们在学审计的过程中 一定要准备教材 一定要准备教材 但是教材不适合现在用 适合什么阶段用呢 适合我们八月份左右的时候用 七月底八月份 八月初用 就在考前 你花上个一个星期左右 把教材的计较 嘎啦都过一遍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看 这些预防性的考点 万一考到了一些冷门的 不常出现的考点 因为你浏览过 看过 记过 那么出现了 你能够把这块分值抓上 而我们的教材 为什么我不建议最开始就看呢 你最开始就去梳理计较嘎啦 你把这些重点忘掉的话 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 注意抓重点 接着 我们由于说我们的 73.67%是这种存记忆的 然后剩下的27%左右 是其他的如初体比较灵活 带有套路的 有夸张节的 有实物加判断的 有分险评估加快语知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针对这一块 比较灵活的这一步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出题的套路 我们如何来提分 如何能够通过神级考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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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